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铁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 保罗·希拉提摩泰写信给铁撒罗尼迦 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 常常感谢神这本事何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为什么铁撒罗尼迦教会如此的得天独厚 以至于对神的信心 在短时间里面快速的成长 以及他们之间彼此相爱的实践跟操练 也都充充足足的来实践跟经历 甚至是超过一般教会成长的速度 原因是第四节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 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原来是在艰困的患难跟考验里面 可以让基督徒的生命在对神的信心上有大的操练 以至于有大的成长 以及在彼此都很辛苦很缺乏 很多的患难里面 我们操练实践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使得我们更多的经历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 因此在安逸的环境里面 常常对神的信心 对彼此相爱的操练都是很缓慢的 那铁撒罗尼迦因为保罗在短短的建立他们这个教会之后 教会就受到当地很大的逼迫 以至于保罗必须被迫离开这个城市 离开之后教会还是遇到很多的逼迫跟攻击 因此风雨生信心 在这患难里面教会因为对主的信心 跟对弟兄姐妹的爱心持续的操练 以至于教会刚强的战力 第五节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这句话令人困惑 这个教会遇到这么大的逼迫跟患难 如果神的公义判断 神是公义的神是公正的神 他的公义下了判断 然后呢在你们身上显出神是公义判断的神的证据 那应该就是把你们的逼迫患难把它挪走啊 怎么神还让你们继续遭遇逼迫患难 而保罗甚至说这正是神是公义的神的证据 好令人费解我们继续往下看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弟兄姐妹啊 这很像我们一句这个古老的话 求人而得人又何愿 这孔子说的 因为铁撒努尼加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忍受这些患难逼迫 吃这些苦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 神的国 他们想得神的国 得神的义 与神的国有份 所以求人得人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就好像你看见你的孩子在预备考试 好辛苦啊 你说不要考了不要考了 把考试撤除 你的孩子在练琴练得好辛苦 不要练了不要练了 把钢琴挪走 把钢琴挪走 把考试撤除 把神所允许的患难跟艰难挪走 未必是神公正跟公义的证据 神公正公义的证据就是 在你这样的有信心跟爱心的坚持之下 继续的操练和持守 神要把祂的国给你 这才是神对你最大的公义跟公平 第六节 神既是公义的 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 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这边讲到神公义的证据 的第二部分 神一方面 没有立刻把患难逼迫 从你们身上拿走 因为你们想要得着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 神会给你们的 这就是神的公义 第二个 但是对于那些逼迫你们的人 加患难 加患难这个字原文是压迫 对于这些压迫逼迫你们的人 神也是会出手处理的 神不仅现在会出手处理 神将来一定会完完整整的 完全的处理他们的不公不义的事情 因此第七节保罗继续说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 受患难我们刚刚讲就是被压迫的人 与我们这些使徒 因为我们这些使徒也在受压迫 神会使你们跟我们有一天会得平安 得平安这个字 不是一般的那个平安的那个字 这个得平安这个字指的是 那个被压迫 有重担落在我们身上被压迫 使我们可以清省 可以使我们得安息 就是那个压迫被拿走 神有一天一定会使你们跟我们 所受的压迫被拿走 所以保罗指的是怎么样 就是将来有一天 保罗说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保罗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啊 这也是在铁撒罗尼迦前书里面 一到五章每一章的结尾 保罗都劝勉他们说 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要得神的国 而且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 必使我们得荣耀的冠冕 称我们为义 佩得他的国 保罗在铁撒罗尼迦前书 五章里面每一章的结尾 都是用这样来勉励弟兄姐妹 因此这边保罗再次说 我们主降临的时候 跟那些有能力的天使们 一起降临的时候 要彰显他的荣耀 这个火焰代表神的荣耀 也代表神公义的审判 而那些要报应在哪些人呢 报应在那些不认识神 注意这边讲的不认识神 不是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是故意不认识神 保罗接着就讲 就是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不仅不听从 而且还压迫逼迫教会 指的就是这些恶人 那他们会从神受到审判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沉沦这个字原文就是毁灭 灭亡永远的灭亡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也就是说他不配站在主的面前 他也无法抵挡住上帝公义圣洁 审判的荣光 他配得去的地方是永远的灭亡 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 你们也信 第十节保罗说 主降临的时候 一方面要使那些故意不认识神 故意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 并且还变本加厉 逼迫教会的这些恶人 神要报应他们 但是在这些坚守信仰的这些圣徒的身上 神要彰显他一切的荣耀 彰显荣耀在圣徒身上到一个地步 让圣徒们 就算之前都已经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事 而且也有期待跟心理预备 有一天主再来 会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 但是保罗说 当主真的把他的荣耀 完全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会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惊奇 不可思议 赞叹不已 十一节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 蒙的这个招呼召是什么 就是呼召你来得神的果 与神同作王 又用大能要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这边讲的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坚守信仰 操练信心 然后操练爱心 不放弃信仰 要得神的果的这种盼望里面 过程里面 主耶稣会帮助我们不要放弃 主耶稣会帮助我们 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十二节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 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并照着我们的神 并都照着我们的神 和主耶稣基督的恩 感谢神 神给我们有一个幕后荣耀的盼望 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盼望 而在这过程中神要不断加添给我们信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在安逸的环境中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的信心的光景是如何 主在大家都富足有余的情况下 我们也没有机会解释自己是不是真实有爱的人 但是在艰难的环境里 在缺乏的环境里 甚至在逼迫的环境里 主就是我们操练我们对你的信心 以及操练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刻了 主你说你必帮助我们的 你必帮助我们在这过程里面的 而且有一天你会在我们身上得草这个荣耀的 求主帮助我们 越是遇到挑战我们越不放弃 我们越要对神有信心 越是艰难我们越要对我们周遭的人有爱心 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神祝福大家